今天的生活懒人包来关心 最近有不少家长反应 想带小朋友打四合一疫苗 到了诊所却打不到 疾管署回应 因为四合一疫苗缺货 主要是受到疫情影响的关系 造成国外货机调度延迟一到两个礼拜 总共有两个批次6万剂的疫苗无法抵台 目前全台只有2.5万剂的四合一疫苗 会优先给即将入学的6到7岁学童来施打 其他满5岁的小朋友 则需要等到7月10号以后才打得到 十少一支四合一疫苗 全台供货吃紧 还有家长颇文抱怨 打通自家小孩过了5岁生日开始 就不断接到卫生署的电话 提醒要打预防针 但当时正逢新冠肺炎疫情根本不敢上医院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趋缓 终于能带小朋友去打针 却被医师告知 今年四合一疫苗缺货 得优先留给今年准备入学的6到7岁小朋友 让家长听了一肚子火 一周打两天打到你接 那如果你没接到 他就打给你的家人 甚至做家访 那你们一直夺命连房 不是造成我们很大的困扰吗 他就带着健康手册 带小朋友要来打了 那有些他来到这边 我说现在不行 他这样白跑一趟 他会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缺悟不薪给我通知一下 不只爸妈白跑一趟 就令医生也觉得很困扰 因为四合一疫苗依照规定必须在满五岁后 入小学前施打 统计全台大约有40万名孩童 而今年要入学的小医生有20.69万人 目前剩下3.3万名小朋友 还没有打到四合一疫苗 平平国内库存只剩下2.5万剂 根本不够用 疾管手回应说 得等国外厂商补足6万剂缺额 最快要等到7月10号后才打得到 受到疫情影响 货机调动出问题 才会导致供货延迟 希望家长不要太着急 小朋友只要在入学前完成接种 就能安心 就听我们一声听不懂